中国彩虹10无人机是怎样一款无人机,具有怎样的特性,这对于中国将有怎样的影响,中国彩虹10无人机相较四年前发生了傻显著的变化,将起到怎样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近年来,无人机在军事领域的发展中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使其在各国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各国也加快了对无人机的研制,中国就是其中的显著代表。 近年来,中国在无人机的发展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且中国研制的无人机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较大的关注,也有着极其广泛的影响。 这部近日有消息称,中国研制的彩虹10无人机虽然已经问世了四年了,而且自从2018年珠海航展首次公开亮相以来,随后就一直都没有消息,甚至可以说完全销声匿迹了。 但是有网友在社交软件上公布了中国彩虹10无人机是非的飞行宣传片,这款被称为中国无人版余音的偏转移无人机才第一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使人们看到其翱翔在蓝天之上。 此外,从网友此次发出的有关彩虹10无人机的飞行宣传片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在时隔四年后,中国彩虹10无人机于2018年珠海航展上公开展出的时候有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在于,其后机身多了一个类似F35B的生力风扇,当然直径要小很多。 因此,对于中国彩虹10无人机此次的变化,有分析人士就指出,所安装的可能并不是生力风扇,而是普通的散热风扇。 这主要是由于彩虹10无人机的发动机布置,与美国V22鱼音不同,它是装在机身上,通过传动系统带动旋翼的,就不像美国鱼音一样,是装在翼间直接驱动的。 所以,中国彩虹10无人机在垂直起降阶段,不能用冲压进气来对发动机进行冷却,因此就不得不需要安装一个风扇来吸气制冷,以达到最好的散热效果。 此外,此次公开亮相的中国彩虹10无人机,除了有显著的变化后,还做了亮点改变,一个是拆除了机身上的风扇,第二个就是,悬翼附近有仿锥型整流罩,而且已经将发动机移过来了。 这也是中国科研人员对其进行的改变,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中国彩虹10无人机的性能,使其变得更加完善。 那么,中国彩虹10无人机具有怎样的性能,将对中国带来怎样的影响? 据悉,中国彩虹10无人机,是一款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旗下航天彩虹无人机股份有限公司研制的无人轻转悬液机。 这是一种融合直升机技术和固定翼飞行器技术的新型无人飞行器。 据了解,所谓轻转悬翼机,就是一种将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融为一体的新型飞行器。 其既具有普通直升机垂直起降和空中悬停的能力,又具有涡轮螺旋桨飞机和高速巡航飞行的能力。 此外,轻转悬翼机是一种性能独特的悬翼飞行器,它是在类似固定翼飞机机翼的两翼间处,各装有一套可在水平位置与垂直位置之间转动的悬翼轻转系统组件。 当飞机垂直起飞和着陆时,悬翼轴垂直于地面,呈横列式直升机飞行状态,并可在空中悬停前后飞行和侧飞。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轻转悬翼机具有将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两者优点给予一身的优势和特点,但它既不能完全替代传统的直升机,也不能替代固定翼飞机,而是只属于一种填补直升机和固定翼飞机之间性能和应用空白的机型。 但是,由于其在研制过程中具有超高的难度,因此在世界上也只有美国真正研制出来。 因此可以说,美国在这一领域具有绝对的垄断地位,美国的V22鱼音轻转悬翼机更是该领域的佼佼者,且完全处于领先地位。 然而,美国在研制V22鱼音的时候,由于美国没有可以借鉴和学习的例子,这就是美国在研制V22鱼音轻转悬翼机的初期也是遇到了许多的问题。 因此,这也从侧面也说明了轻转悬翼机的研制难度还是相当高的。 这就导致美国V22鱼音轻转悬翼机在研制初期遇到了许多的安全性问题,并且一直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像发动机液压泄漏以及涡流环问题,这就造成了多次坠毁事故,这使美国遭受了巨大损失。 但是,随着美国不断探索与研究,最终突破了这一技术难题,并成功研制出V22鱼音轻转悬翼机。 这对于美国来说也是巨大的突破。 据悉,美国V22鱼音的螺旋桨并列在机体的左右两侧,通过带有生力的一对短机翼与机身连接。 其最大特点就是,这两个螺旋桨的角度可以旋转、起飞和降落状态下,螺旋桨朝向上方。 此时,MV22鱼音就是一架直升机,可以像普通直升机一样在一块平地上就能完成起降和降落。 在飞上天之后,其螺旋桨逐渐转向,朝向正前方。 此时,V22鱼音就化为一架螺旋桨驱动的固定翼飞机,且拥有了固定翼飞机的飞行速度、飞行高度和续航能力。 可以说是完美结合了直升机与固定翼飞机两者的优点。 所以,这就是美国V22鱼音轻转旋逸机,在起飞方式上能够和直升机媲美的同时,还达到了中小型固定翼运输机的性能。 因此,这在人类航空史上都是一个巨大的科技进步。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吸取了之前使用V22鱼音轻转旋逸机所获得的经验,引发了最新型的V280轻转旋逸机。 这也将成为美国陆军的下一代通用直升机。 因此,中国正是在看到了轻转旋逸机具有的优秀性能和广泛的使用前景,就加快对这一领域的研制,而且大有赶上美国的趋势。 因为美国的V22鱼音研制的时间较早,且十分不稳定,属于比较老的款式,稳定性能不高,所以经常会发生事故。 这就是美国V22鱼音在现如今确实是实用性不佳。 所以中国才会如此注重对彩虹10无人机的发展。 虽然中国的彩虹10无人机没有像美国V22鱼音轻转旋逸机那样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 但是中国的彩虹10无人机也有自己独特的魅力,并发挥出了其最大的作用。 据悉,中国彩虹10无人机的最大起飞重量仅有350公斤,有效载荷为50公斤,续航时间7个小时,最大飞行速度320千米每小时, 并且技术难度也要远远低于V280和V22鱼音这类的有人架式轻转旋逸机。 但是,彩虹10无人机在对大中型水面舰艇执行侦查、探测、搜索、目标指示、终继制导等任务方面有着较大的优势, 这将解决中国海军一直以来存在的问题。 因此,中国彩虹10无人机将会对中国海军产生深远的影响。 正是由于中国彩虹10无人机对于海军有如此重要的影响。 因此,有分析人士就指出,中国彩虹10无人机将有望实现大规模量产, 并装备在中国海军水面作战舰艇上,从而成功实现上舰,为中国海军的发展助力。 因此,随着中国彩虹10无人机首次完成是非, 这也预示着中国在轻转旋逸机的发展上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并完全打破了美国在这一领域的垄断。 这对于中国后续的轻转旋逸机的发展也将有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